大家好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连续是电池感应放入机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是工作电流 这个是按一下这个 启动或者停止 启动一下 它这个电流它都会出来了 它就会一直在感应 然后这边是开关 这边开关 这是工作的电压 这个是一个速度调节 速度是调这个皮带的传送速度 我们这款机器是利用 它那个就是说高跟低的距离来控制 高跟低的距离 然后还有一个传送带的距离来控制它 它的风格效果 你看 这个我们还高了一点 我们也把模式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好 现在我们来先试一下 我们拿到机器 先试一下把这个盖子盖好 放到这边 试一下它是高了 放到这边 试一下它是高了 好这差不多了 这可以过来 好,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打开电源 好,打开电源的电压 工作电压,看到了 是工作电压 我们这个是220的 然后工作电流它现在变成零了 我们按一下车口 好,它马上上来了 然后这个是控制缓送带的手 这个,这个是最大的 一直在供 好,我们放到中间 好,我们来吃一下 好,我们把它抿上去 这上面有十个大火烂 好,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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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已经封到了 这只跟这个也分离了 看他的连续是 这里我们一次封的是八个 这八个都封了 谢谢 谢谢